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学校 我们心里觉得多憋屈 多觉得没意思 但是那种环境迫使我们 在我们形成自己的看法当过程中 形成观念过程中 它会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记得三十多年前 刚恢复高考的时候 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我到北海的谢曲园 谢曲园 在北海的岸边 应该是在它的东侧了 贴着北海公园的院墙 那一侧 离北海公园的东门 应该是在它的北边 谢曲园 是北海里面仿照苏州园林做的 那里面非常的美 非常的漂亮 里面有一个湖中湖 小水塘 那经常在那做画展 做这些东西 那后来做买卖了 就给人家做旅游的东西 那那时候高考的时候 没地儿去 就跑那儿去背政治题 我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一百道题 这么大小本的 那烦死人了 真的 那烦死人了 但是呢 为了政治题 一百道题 你背好了 你就有机会拿高分 得把整个高考的分抬上去 就在那背 就在那背 我印象非常深 那这种事情 我们心里不接受 但这个制度 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它 我们为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自己的未来 不得已虐待自己 委屈自己 糟蹋自己 其实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观念 我们对事情 对人的看法 就会随着过程中被影响了 这是一种强迫式的接受 对吧 印象非常深刻 那在共产党的哲学当中 最关键的概念就是斗争的哲学 你不认同我的意见 我就会打死你 你不认同我的看法 我就会用侮辱的语言 去侮辱对方的人格 和侮辱对方本身的概念 侮辱 羞辱对方 这是共产党本身的 所营造的 中国人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根本不懂得尊重 都要求别人尊重自己 却自己从来不尊重别人 自己不尊重别人的操守做法 是保护自己 到处都是 其实包括很多来到海外的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财新传媒起诉郭文贵要求数家媒体撤掉稿件 郭文贵与财新的总编胡舒立二人的对共站终于进入了法律程序 财新网在他的网站当中称 在北京 香港起诉郭文贵散布诽谤内容 并向这里他说的香港日报 我个人觉得他是写错了 应该是香港商报 和包括这个苹果日报 身在北美的博讯网等媒体发出了律师函 要求停止财新所说的传播诽谤谣言的行为 那在不同的渠道当中我们看到呢 很多网站已经把相关内容撤掉了 文章也提到说包括在北美 美国 那财新呢也提到了法律上的这种诉讼的概念 所以这件事情就走入了一种正常的渠道 我说是正常的渠道 财新 胡舒立以非常高调的方式 直接面对在过去时间里的这样的 郭文贵和相关媒体之间的做法 采访他的一些媒体 我个人觉得有些是正常的媒体 有些不是 有些是正常的媒体 有些不是 对吧 那至于说郭文贵会怎么样 美国之音记者多次联系了郭文贵 他认为身在美国的郭文贵 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4月9号 美国之音接到郭文贵的邮件说 郭文贵和他的律师团 当时正在准备下一次公告 或许很快会出来 那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是4月15号 那国内已经4月16号 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这部分内容 那我们也知道 曾经有的媒体报道说 郭文贵正在这个美国 曼哈顿那一带找中国人的律师 再谈是否能够在美国留下来 以政治避难的方式 那如果在大街上去找律师 这里面的他的律师团 又不能帮着他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知道中间是什么故事了 那文章就讲了这件事情了 他也提到说 包括香港商报 苹果日报 博讯网 精金网 被送了律师函之后 都已经把相关的内容退下来 我在过去时间里 跟大家分享过某些内容了 有些网站也讲说 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他自己也说 经过证实 发现某些内容是不吻合的 与事实相左 现在说与事实相左 但当时发出的挑战 挑战胡舒立 挑战王岐山 那很高调了 好 那非常凶狠的 所以我才说 在这件事情上 有些是媒体 有些不是正常的媒体 根本不是媒体 这个 只有他自己知道在干嘛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可能他自个儿都不知道 自己在干嘛 就像我说的 有些人觉得自己是 非常对神的敬仰和尊重了 但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去 正像自己说的那样 站在人的角度 是没有资格去评判神佛的 没错 但是呢 在说这话的过程当中 自己可能就在评判 如果说讲善 在善中的人 在慈悲中的人 他不会把慈悲推崇如何 因为当他身为慈悲的生命的时候 他展现出来的生命的本身 就是慈悲的概念 对于他而言 就像一杯水一样 就像他自己身体一样 那是他自己 当时他自己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意识到 有什么区别 在愤恨中的人 在自我贪婪中的人 似乎对别人好 他就会把自己催宠为 这是一种慈悲的展现 因为他没在慈悲中 他在利益的追逐中 展现所谓的爱 是为了追逐某些 他心目中的利益 是思 不是慈悲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 那胡舒立这件事情 郭文贵这件事情 那一连串表现出来的 我依然认为 这背后的故事 就是曾庆红 和王岐山之间的对类 那在最近一个多月到两个月 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其实特别是在这个 柴进拨完了穷顶之下 我们突然发现在社会最底层 有关环境污染 因为社会 因为国家要发展 建立相关的项目 而作为老百姓 看完柴进的影片之后 也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当然对自己生活的环境 却有了一种警觉 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活动 这种抗争都是上万人 而被抗争的对象 都是涉嫌大规模污染的 最新的一题 美国之音的报 四川微远上万人 抗议化工污染与警察冲突 他这么讲的 四川微远县 星期二 上万人走向街头 抗议化工污染的大规模示威 那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原因是10号开始 微远县城可以闻到化工品泄露的 恶臭的毒气 多人中毒有反应 那12号上午 当局通报一家磁业有限公司化工品泄露 意味源头已经切断 那应该是得以控制了 所以说但是13号 强烈的气味再次笼罩县城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了 那我们知道就在这件事情的前两天 前几天 在福建同样发生了什么化工厂的爆炸事件 污染事件 那大家伙的抗辩抗争 所以柴静那个片子播出来是好是不好 而这种大规模的抗争 而且时间非常紧凑的抗争 在过去这一两年里面 其实已经见得少了 但是最近就突然多了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时间的概念 也就是说当某一个时间走到那个时间卡头的时候 时间是个神的时候 相应的事情就会推着今天 某些人必须往前迈步 必须往前迈步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上上下下 有钱的没钱的 有权的没权的 甭管是什么人 都是对这个制度 都会发觉这个制度本身和共产党本身 它存在一天 就会对这些具体人进行迫害一天 各种方式 切肤之痛 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